这些不满,Lamita原地检官Pamela Price的社区人士 今天正式向怨虎选务署递交罢免Price的申请 有人指她上任几个月就已经为社区带来不少的伤害 也有人认为应该要给她一个机会 由社区人士组成的Safe,Safe at Lamita for everyone 包括社区领袖陈石鹏 全国有识人总协进会NWACP屋伦分部主席Sinthia Adams 还有罪案的受害者家属 今天去到Lamita原选务署递交罢免地检官Pamela Price的申请 陈石鹏表示市民理应受到保护 她说如果不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 就好像向社会告知犯法是没有问题 因为罪犯根本不会有严重后果 尤其是我的老人家、妇孺 普通驾驶车送小朋友上学、放学 或者驾驶Freeway都随时能够遇到被人枪杀 还有你就算在家里我不出街 你晚上可能人家就入屋抢劫 拿着几把枪进来 你根本就是所谓的防不兴防 有人问到为什么Price作为原来首个的非洲裔地检官就要突然罢免她 陈石鹏回应指当任何地检官不尽好责任检控罪犯 他们就有需要站出来发起罢免行动 无论这个地检官 无论它是中国人、亚裔、白人、黑人 任何族裔都不要紧要 如果你做得不对的话 你就应该被罢免 这个是最重要的 屋伦华佛社区促进会OCIC主席庄金振说 对罢免一事始终立态度 暂时不会签名支持 他说Price作为民选官员 而且在选举时获得超过一半赞成票 认为Price在改革方面有自己的做法 他现在已经请了两个华语 一个讲国语 一个讲粤语 这个是在O'Malley之前从来没有的现象 所以他对他的所作所为 我不是百分之百都很满意 可是有一些让我觉得好像他在进步 在改善这个DNA 我们还是给他点机会看看他能不能改善 在Safe递交申请之后 Price有大约两个星期时间回应 当原府批准申请之后 社区人士就正式可以收集选民签名 陈石鹏表示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而参考罢免前三藩市地检官博设施的例子 他们可能需要筹款800万或者更加多 26台机者无耗言报道